客机降落日本重神纳巴机场 一切看起来很正常 但前一刻机上所有人 才历经一场清魂祭 航空公司出面道歉 这架从石渊岛飞往纳巴的乐陶飞机 在距离跑到约7公里的海面上 突然降到标准以下的高度 启动了逼近地面警告系统 差点造成坠海事故 根据调查降落纳巴机场时 塔台人员会在距离 跑到前5公里的地方 指挥机长降落 但闯获的阿根廷吉机长 却提早5公里 在10公里处就开始降落程序 幸好紧急重飞成功 机上全部59人才躲过一截 机长解释当时因为下雨影响视线 我以为塔台发出了降落指示 才会提前下降飞机高度 不过专业航空评论员却不这么认为 令人不敢置信的是 降落纳巴后机长竟然执勤不报 还原机再飞往关西机场 目前乐陶航空已经停止 证明机长所有职务 日本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也介入调查 以厘清这起重大飞胺事件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飞胺真的很重要 马航MH370失联到现在已经53天了 但澳洲领导的国际搜救人员 寻找的一直是印度洋作为目标海域 不过现在又有澳洲的海洋 探勘公司宣称 就在距离现在搜索区的大约5000公里处 又发现了一次飞机残骸 另外在美国也有人宣称 是在泰国宋卡府的对开海域找到残骸 不由于这个意外太离奇了 现在又有一些新的阴谋论 包括马航可能是因为赞运黄金 才会下落不明 马航失踪前最后通话终于曝光 北京力度饭店的家属听得好痛心 拿起了麦克风还没开口 就已经气不成声 53天了MH370还是找不到 听完了最后通话 有的家属承受不住 当场昏倒在地 出动担架紧急送医 锁定了印度洋 海空搜寻还是徒劳无功 一片残骸都没找到 实施原因到底是什么 阴谋论四起 最新说法是 马航可能载着大量黄金 才会离奇消失不见 各种传言甚嚣成伤 因为马航怎么找都找不到 增添了很多想象空间 现在搜索陷入了困境 整起事件有太多药力气 但有澳洲的民间探测公司宣称 已经发现了马航综印 但探测公司找到碎片的地点 位在孟加拉湾海域 距离官方搜索的印度洋 足足隔了5000多公里 澳洲当局驳斥这小说法 只要是新的线索 家属不肯放弃任何可能 希望官方民间都动起来 尽快找出马航下落 TVB新闻综合报道 五一街头传出怒吼声 反低薪反压榨的抗争 主要是明天五一劳动节 劳团号召了医护人员 还有劳工上街游行 医护的诉求是希望 反压榨反黑箱 而劳工就要求反低薪进派遣 另外还有由青年组成的 反清贫部队会走在最前面 拒绝就业不稳定 低薪以及贫穷化 不过说到反派遣 其实国内的派遣劳工有13万人 但是一直传出他们权益受损的案例 所以现在劳委会就通过 派遣劳工保护法草案 明定了包括医疗 保全 航空 等等七类的工作 不得使用派遣工 至于其余包括企业 还有政府机关用的派遣工人数 也不能够超过总雇用人数的3% 预计这个草案 下周就会送到行政院 在今年内 年底前 希望送交立法院审议通过 只是事实上 在缺乏保护的状况之下 台湾有多少家血汗企业呢 我们来看到台湾统计到 去年7月为止有930家 超时加班 没有加班费 或者是没有达到基本薪资等等 不过日本的状况也很严重 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就统计了 在日本长时间加班 而雇主又不帮忙 加投保的血汗企业也高达4000家 他们认为这已经成为 严重的社会问题 五一劳动节前夕 劳团号召万人上街 诉求反低薪净派遣 让国内派遣浮烂问题 再度浮上台面 根据估算 十几年发展下来 派遣公司应有利可图 增加到大约2500家 派遣工人数也攀高到15万人以上 但派遣无法可管 比外籍劳工更没保障 目前的派遣根本不是 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为了 生产极丹的那种生产材性的问题 事实上都是替代掉 目前的常态性的正值工作 它的发展趋势是由派遣公司 主动的去跟企业游说 企业接到极丹就得仰赖短期 人力需求 但因派遣公不用福利没年资 逐渐变成企业政府 节省支出的替代品 根据资料显示 2011年派遣公的平均薪资 约为34,291元 正值员工则有45,642元 足足差了上万块 连劳动部长潘世伟都坦承 派遣公的确是拉低薪资的援修 为了弥补这块漏洞 劳动部正眼里派遣劳工保护法草案 总算跨出一大步 为防止派遣公司 把派遣公的薪水中保私囊 劳动部在草案中明定 未来派遣工作单必须写明薪资 走向透明化 而且派遣公司和派遣公 必须签不定期契约 代表不能一年一签任意解雇 但构想一出资方劳团并不领情 还只以草案漏洞百出 举例来说 虽然未来派遣公是用同工同酬 派遣满一年还可转为正值 但劳团批评 同工同酬的前提 是资方可依绩效工作经验决定 转正值也没强制性 根本看得到吃不到 再者草案列出 医事保全等七大行业禁用派遣 以及其他行业的派遣公人数 不得超过总雇用人数的3% 又被批评 负面表列代表更多行业可雇用派遣 企业主也抱怨 3%人数上限根本是帮手帮叫 我是因为这样限制他 让他失去用人的弹性 那可能会更增加 他把订单移转到海外制造 那他的结果 反而让很多工作机会流失掉了 用派遣的话 他的流动力高 而且他的向心力 他的经验都没办法累积 这个长期来说 其实对整个政府的这个功能 会逐渐的失灵 劳团坚持派遣公应全面废除 政府不该带头聘雇派遣公 成为压低薪资的元凶 在各方杂音下 草案能否顺利在年底过关 恐怕得打上问号 TV别新闻 小明镇戴源立台北报道